观看此视频的朋友们,喜讯已经在路上,你的财富之路将会越走越宽,好运将伴你每一个清晨至夜晚,无论是健康还是财物,都将迎来一段新的繁荣期。 不妨在下方点个赞,以此迎接即将到来的好运气,在评论里写下财运亨通,愿你的未来充满无限可能,财富源源不断,坏运气不再有,生活的每一步都更加精彩,好运常在你身边。 在9月24日这个光辉的周二,燃灯佛降临人间,预示着非凡的时刻,特别是对于蜀牛、虎、马、羊的朋友们,这一天的星象显示西方将带来挑战,兔年与积年的对冲也象征着潜在的考验。 但是,这些不过是成功之路上的跳板,这一天虽然可能会遇到一些小障碍,但总的来说,它将是你们的幸运日,充满吉祥和好运。 丁卯日的降临,为你们展开了财富之门,这不只是巧合,而是对你们长期以来努力和善举的肯定。 你们可能已经注意到生活中的微妙变化,这些变化正在积聚成强大的力量,将在今天得到释放。 财富不仅体现在物质上,更在于精神的充实。 你们的智慧、勤劳和诚信将在今天得到正当的奖赏。 今天,建议你们积极迎接新的机遇,勇敢面对挑战和变化,因为它们将推动你们前进。 今天是尝试新事物的好日子,无论是投资、创业还是在人际关系上的突破,今天的行动都将为你们的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 稳扎稳打,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你们的未来将更加灿烂。 铭记今天,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日子,而是你们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把握住今天,你们的未来将会走上一条通向成功和财富的宽广大道。 对于那些出生载牛、虎、马或扬年的人来说,想要在经济上取得突破,有一个简单却深具意义的行动不容忽视。 明晨醒来之际,当第一缕曙光透过窗帘,你需要做的,可能会让你的运势发生积极的变化。 不论你曾经历过怎样的困境或不幸,只需你勇于尝试,你的财运就有可能因此而开启新篇章。 在晨光初照时,面朝东方,合掌其愿,心念所向。 这个行为不只是给予你内心的慰藉,它也是你与宇宙能量连接的桥梁。 东方代表着木元素,象征着生长与希望,而清晨的阳光预示着全新的开始。 在这样的时刻,专注地许下你的愿望,你会发现愿景实现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牛年生人以其坚定忠诚而闻名,他们的勤恳和努力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有时他们的顽固性格可能会让他们错过一些机遇。 通过特定的仪式,可以解开内心的束缚,使自己在面对未来挑战时更加适应变化,从而吸引财富。 而那些出生在虎年的人,他们的勇敢和决断力是他们的标志,但过度的自信有时会导致挫败。 一个平衡心灵力量和智慧的仪式可以帮助他们在职业和财务上取得更稳定的进展,避免因急于求成而失去好机会。 马年的人充满热情和活力,但有时对自由的追求可能会让他们忽视财富的积累。 一个专注的仪式可以帮助他们集中精力,更好地规划未来,实现财富和自由的双赢。 扬年的人天性温和善良,但有时过分关心他人会使他们忽视自己的需求。 一个增强自信的仪式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掌控自己的生活,随之而来的将是源源不断的财富。 命运始终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明天一早,面朝东方,双手合十,默念心中的愿望。 只要坚持这个简单的仪式,无论过去的运气如何,都能够扭转乾坤,开启好运的新篇章。 相信自己的力量,好运和财富就在眼前。 对于牛、虎、马、羊这四个生肖的朋友们,想要在明天提升运势,不妨尝试使用幸运色来增强好运。 明天的幸运色包括灰色、咖啡色和橘色,这些颜色不仅能增强你的力量,还能为你带来好运和福气。 一、灰色。 灰色,这个既平静又充满智慧的色彩,它代表着心灵的均衡与深沉。 对蜀牛和蜀虎之人而言,它如同一股清流,在挑战面前帮助你保持镇定,使你不被周遭的喧嚣所影响,进而做出睿智的选择。 无论是服装上的一抹灰,还是生活空间中的灰色调,都能为你带来内心的宁静,助你更好地把握生命中的每一个可能。 一、咖啡色。 咖啡色,这大自然的颜色,它传递出土壤的坚韧与平衡之力。 对蜀马或蜀羊之人而言,它能在繁忙日子中带来心灵的宁静,激发前进的力量。 明日之际,试着佩戴咖啡色饰品,或披上咖啡色衣裳,他们将为你的步伐注入稳定之气, 同时,也许能为你的财富之路增添一份吉祥。 二、橘子色。 橘色,这个充满魅力的色彩,它代表着无尽的活力与无限的热情。 它是生活中的一抹亮色,给人以积极和向上的力量。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橘色也常被视为吉祥之色,能够为人们带来好运和自信。 你可以尝试在日常生活中添加一些橘色元素,比如在办公室摆放一个橘色的装饰品,或是选择一件橘色的服饰。 这样不仅能够提升你的气场,还能让你在人群中脱颖而出。 让橘色成为你生活中的一部分,它将带给你更多的快乐和幸运。 愿你的每一天都如橘色般明媚照人,事业顺利,生活美满。 9月24日之后,属牛、属虎、属马和属羊的朋友们将迎来财运上的重大转变。 为了迎接财富的涌入,实现终身的富裕和繁荣,以下是一些策略,对于属牛的人来说,应当沉着冷静,积累实力。 天生具有坚定和踏实性格的属牛人,只需持续努力,财运便会随之而来。 建议从现在开始,保持耐心和坚持,同时要注意周围的商业机会,不要急于求成,而应逐步实现,把每个机会都转化为真正的财富。 在工作中,避免冲动行为,对于任何重要的投资或开支都要深思熟虑。 对于属虎的人,应该大胆行动,积极寻求财富。 天生具有冒险精神的属虎人,财运常与果敢的决策和行动相关。 从现在开始,关注那些高风险,但可能带来高回报的投资机会,或尝试开展副业,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 此外,属虎的人此时应主动结交有影响力的朋友,扩大社交网络,这些关系在关键时刻可能会成为你的助力,为你开启财富之门。 对于属虎的人,要把握机会,勇往直前。 性格开朗,行动力强的属马人,财运的转变往往伴随着勇敢追求梦想的过程。 从现在开始,要擅长发现和利用周围的机会,特别是在工作和投资领域,不要畏惧挑战和竞争,因为在困难中往往隐藏着巨大的财富机会。 同时,在人际交往中保持诚信和热忱,这将为你赢得更多支持和资源。 对于属羊的人来说,理财应当步步为营,不可急功近利。 建议属羊的朋友们从现在开始,仔细检查自己的经济状况,智慧地安排资金流向,避免无谋的开支。 考虑投资于那些收益稳定,风险较低的金融产品,确保资金安全,同时也能获得持续的回报。 生活中,也应不断扩展社交网络和积累经验,为财富的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不论是属牛,属虎,属马,还是属羊,遵循这些理财原则,财运自然会有所改观,财富累积只是时间问题。 愿每个人都能把握机遇,财源广进,享受富足的生活。 祝福大家财运亨通,财富日增。